你所学的到底有没有回来 帮助我们来反观来净化 找出我们错误的观念之间心态 有没有 如果有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如实面对自己 然后把我们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心态 逐渐的找出来加以净化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真正的净化 真正的成长 是要找出错误的观念之间来净化 这个不是否定生命 也不是自我蹂躏 自我折磨 完全不是那回事 自我否定自我折磨 那个一样你没有真正看到问题 只是 回来糟蹋自己的生命 那个也不会成长 我们讲的是要来到如实 回来面对自己 然后 找出我们内心 我们错误的那些观念之间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跟家人起冲突 为什么我会跟同事起冲突 为什么我会看不惯别人 为什么我看到别人有成就 或是比我们优秀 如果我们就会嫉妒 要回来找我们的原因 如果我们总是在怪别人 你的生命不会真正的成长 所以 心灵成长 要来到安心自在 本来就是很单纯 就是 如实回来面对自己 找出我们内心 那些错误的观念之间 但是 在这个社会上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心灵成长 很多的课程 却都一直在 让你强化自我意识 你学了很多的课程 要知道 很多都是让你 那个自我 一直在 不断地在 所谓的 从一个角度说 让你对自己 越来越有信心 越有自信 然后越敢做自己 但 如果你分寸 你没有拿捏好 你没有学到 真正的 面对 自己生成问题的话 你只是 一直在 让自我膨胀 让自我在成长 到后边 他就会 越来越狂傲 所以不是说 我看了很多经典 我很会解析 很会思维 很会解析 很会讲给别人听 就代表我很厉害 那些只是在 做学问 在做学术 在积累之间 重点在于 我们能不能把 那些智慧者 他们所讲的法 做一片镜子 镜子不是去照别人 是回来 反观 我们生成问题 我们要将 我们的心灵 跟那些高等的心灵 高等的智慧 来做对比 什么叫做 来到没有贪心 没有称心 没有愚痴 贪称痴 止息 是什么样的心灵 什么样的世界 对比我们自己 那些高等心灵 高等智慧人 是一片镜子 那我们怎么样 拿这个镜子 回来 来反观我们自己 照见我们深层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敢 如实面对自己 然后一一的来 找出我们深层的问题 你就会 逐渐的把各种 深层心灵的问题 逐渐的找出来 然后逐渐的净化掉 这才是真正的 心灵成长 才是真正迈向 所谓的心灵成长之路 所以 严格来讲 迈向 所谓的心灵成长之路 严格来讲 它是个减法 现在 一般 比较流行的是 加法 或是减法 所以要知道 如果你所学的过程 是让你不断地 在积累很多的知识之间 然后让你 不断地在自我越来 越膨胀 这个就是属于加法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 就会越来越复杂 这也就是老子所讲的 唯学日益 唯学日增 你在做学问的世界 你在积累知识之间 你在强化自我 所以你就会越来 那个自我就越来越膨胀 越来越厉害 我慢也越厉害 但要知道 这个 一样 是在所谓的苦海浮沉 它后边 会用它的 我慢 用它的自我 去制造很多的问题 到后边 还是一样 又是落入在苦海里面浮沉 佛陀说 跟我们讲的 就是 断我们生成的那些 结辅 也就是找出错误的观念 之间心态 加以净化掉 净化掉 所以 事实上 真正的心灵 成长之路 那是减法 也就是 把错误的观念之间 找出来 净化掉 为什么会有贪心 好 把那些原因找出来 净化掉 为什么会有称心 会有嫉妒心 找出来 把那净化掉 什么是无饼 无饼就是 鱼吃 我所讲的鱼吃 有时候用无饼来讲 无饼到底是什么 必须要把它弄清楚 原来无饼讲的就是 我们对宇宙的运转法则 不清楚 我们对生命的实相 不清楚 在不清楚的情况之下 用错误的观念之间 错误的认知 去运营我们的人生 所以 因为认知是错误 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之下 因为前面的认知是错误 对宇宙真理 对生命实相 没有正确理解 所以认知错误的情况之下 你所下的论断 就错误 结果呢 身见就是这样出来 这个身见 这个自我 它本身就是一个 对宇宙真理 对生命实相 错误认知之后的 产物 那个自我意识 事实上就是 因为来自于 错误的认知 也就是结合这个无饼 因为对宇宙的真理 对生命实相 没有正确的了解 错误的认知 起了幻觉 那是一种幻觉 这个幻觉一般人 你没有觉察到的话 你不知道 生成的原因在哪里 结果呢 就用这个自我意识 在运作 结果产生痛苦 产生不安 然后再找寻各种方法 来强大这个自我 所以就会形成 所谓的 无边无际的苦海 在苦海浮浮沉沉 真正的心灵成长 就是放下我们那些 自我意识 那你要放下自我意识 你必须要了解 什么是真正的 宇宙的运转法则 什么是生命实相 你了解之后 我们自然就会知道 原来那个自我意识 完全是多余的 那些自私的心态 原来是造成对异痛苦的原因 那我们放下这个自我 放下自私 心态之后 你的心胸度量 就会无限大 当你心胸度量 无限大 你就会慈悲善待 每个因缘 每个众生 你的世界 你的苦海 才会逐渐的消失 你的世界 你的净土 你的天堂 就会逐渐的浮现出来 你会逐渐的 众生 我弟兄